Yo大家好,我是剛剛禮拜五試駕完S2000的L 上一次講解過,致命的F1以外 果然,真的會黃標的 有時候我真的不太明白 明明是想說一下安全而已 現在影片很令人害怕嗎? 不過今集繼續有無具黃標系列 真是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 影片被黃標之後收入是減少超過一半 可能之前說的一些意外都算是年代久遠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20個車手差點往生的經驗時刻 根本就無所謂的最安全 賽車就是徹徹底底的一項危險運動 隨著年代推進,賽車速度有越來越快 在八、九十年代賽車圈出現過一句說話 就是安全追不上速度 隨著時代發展,安全配套也相應地震強 但是仍然不時會發生嚴重的意外 例如Robin Gosling在2020年巴林站 賽車爆炸事故等等 但是幸好有更趨完善的安全配套 車手才可以保住生命繼續比賽 不過現在的車手仍然是有和死神插邊的一刻 我和大家說一些現役F1車手所遇過幾乎致命的意外和嚴重事故 還有一些不同的安全裝備 自2015年出道F1以來 Cal Size 被人的感覺都是一個很穩定 很少發生嚴重事故的車手 當然近這一兩年關於他的意外的確就多了一些 不要問我為什麼,你明白就明白吧 不過其實他出道那一年 Cal Size 曾經發生過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 事件發生在7年前,2015年 新司以紅牛清分車手身份速度 代表當時還未改名做Alvatore的Toroso小牛車隊 踏入當年的賽季後半段俄羅斯大獎賽 Cal Size 原常地在排位賽前的FP3 進行練習和為車隊收集數據 不過當新司跑快圈的時候 離開12號彎之後 突然間失控撞上內側的匯場 這一段是賽道裡車速最快的其中一段 賽車的左邊懸掛因為擦場完全斷了 Cal Size 無法控制車的方向 以時速超過300公里 直接撞向彎尾的Tapro Barrier 撞擊力達到46G 要知道拖地對空導彈的力量都只是30G 這次的直撞力量真是非常可怕 當時正值Juice Bianchi在日本站撞車一周年 Bianchi在那次事故之前的三個月離世 而這次的意外同樣都是車頭高速直撞將來物 所以所有人都心有餘悔 賽會馬上用起重機移除Tapro 並且救出紳士 當時他完全清醒 放在擔架送上救護車的時候 還可以舉出手指弓 而紳士這次事故只是頸部和背部疼痛 之後還可以參加一日之後的政賽 除了要講一些奇蹟之外 還要感謝賽車的可靠性 這次事故難免會令人想起Bianchi的意外 行運的是這次賽車是在向Tapro Blavius 相信你都聽過這個名字了 Tapro Blavius是由一間名為Tapro的法國公司 同同為法國的組織FIA共同開發出來 並且在2006年得到FIA認證 開始廣泛地在F1賽道上使用 然後就推廣到其他賽道 基本上你講得出名的賽道都會見到Tapro的蹤影 甚至在一些專業的Cutting賽道都會使用 Tapro的外形和我們香港人相當熟悉的水馬相似 裡面是空心的 而外部就由塑膠物料、聚與稀製成 通常都是兩層以上的組合 靠近賽道的外圍會鋪似一整排 然後工程師就會計算擺放的角度 還有內層相距的距離 在最大的程度上吸收衝擊力 一般都會放在高速路段的尾段 Tapro比起傳統的輪胎場 最大的分別就是不會反彈 同一時間 如果比起輪胎場輕 兩三個人就可以輕鬆抬起來 加快維修賽道的時間 而作為一個低場也不會阻擋觀眾的視野 這次的意外 十分之幸運有Tapro Bearers 如果是撞上一些傳統的鐵制 又或者是混凝土護場的話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而Carosize的隊友 Max Verstappen 在較早之前的時間 摩留過大獎賽 以後發生從後撞上Women Ghost Run 再直插Tapro Verstappen同樣安然無恙 說到2016年的Vanelton Alonso 大家除了會想起 繼續需要和搭載著GP-2 Engine 搏鬥的麥拿倫之外 其次應該就是這一宗 發生在開幕戰澳洲大獎賽的嚴重事故 在比賽的第17個圈 Alonso在3號彎 向Haas的Estapan Gutierrez進攻 由於Gutierrez的剎車點較早 Alonso想向左閃避 不過仍然收制不及 再向前車的車尾 賽車的右輪應聲飛脫 車身拆住左邊的護牆之後 以時速305公里的速度騰空 經過草地橫向地 剷上石仔路Grafel Trap 當剷上Grafel Trap之後 賽車再翻滾了540度才落地 整部賽車就好像在空中解體一樣 撞擊力足足有45G 石仔路Grafel Trap 相信所有車迷都不會陌生 是早期賽事已經出現的安全設備 已經追溯不到是何時才開始使用 由砂石所組成 近年還加入了一些圓滑的鵝彈石 所有的石頭都經過篩選 直徑通常在6mm至12mm之間 現在有些賽道會用一些更大的石頭 Grafel Trap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安全設備 除了在街道賽上比較少見之外 都會分佈在各大賽車場上的runoff area Grafel Trap的目的就是要在賽車飛出賽道之後 鬆散的砂石可以產生更大的阻力 令到車減速 不過Grafel Trap在近代一直存在著正反爭議 反對的車手除了認為會增加他們入彎的壓力之外 還有當石仔飛出賽道 會因為清理困難而令賽事暫停的時間加長 賽車陷入Grafel之後 重返賽道的難度也非常高 增加了退賽的風險 另外石仔也會對賽車造成損壞 所以近年很多賽道都開始不再使用Grafel 更加重要的是 當賽車是側面地產上Grafel的時候 反車的機會會大大增加 Alonso的這次意外 反車就在進入Grafel的一刻開始 我不是物理學家 我不能夠斷言是因為Grafel導致他反車 還是他本來的衝擊力就能夠導致他反車 不過Alonso在落地的一刻 Grafel的確有幫助他減輕賽車 撞向輪胎場的力度 也成功拖住了Haz的賽車 事後他在一堆廢鐵裡爬出來 Alonso表示自己不斷看到天和地 想停下來但根本無能為力 當車撞向牆的一刻 他只得非常狹窄的空間 但他只是希望盡快爬出來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媽媽在看電視 不過Alonso仍然因為肋骨骨折和氣空 無法參加下一場巴林大獎賽 這次的意外和上次提到 2001年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意外極為相似 當年Philandre同樣在後面追撞 並且騰空撞上了左邊的護牆 掉出來的車輪擊中了牆上的工作人員 導致他離世 不過十幾年之後 F1無論是車手、工作人員 以及觀眾的保護措施都得到了強化 今次的事故沒有人死亡 兩個車手還可以自行下車 互相慰問一下 賽會現在最後判定為是Racing Incident 沒有人需要負責 2018年對F1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為從此F1加入了一件非常標誌性的安全裝備 Halo 即使到今天 外界還是對Halo持有正反意見 反對的一方主要的立場都是會影響車手視線 還有令到車變得醜樣了 有關於阻礙車手視線 我在非常久遠之前 講World Cage的影片就有提到過 2017年新加坡大獎賽 我有幸進入Mercedes 的F1車房 因為正直是Halo公佈了不久 所以我都有問過工程師這個問題 他們表示是有一定程度影響的 但是因為中間的支柱和車手的距離是經過計算的 所以就沒有我們在外面看得有這麼大的差別 而外觀的話 如果能夠救人一命的話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會介意 因為F1當年引入Halo的目標 就是要為了進一步去減低 意外發生的時候 車手應免的危機 使用泰金屬製造的Halo 只有7kg重 官方聲稱可以承受一格巴士的重量 用三點式的方法安坐在車身上 是一件不是由車隊自己開發 而是由FIA應可生產商生產出來的部件 而經過了4年之後 Halo的確是救了很多車手的生命 2018年比利茨大獎賽 效力於Saubert車隊的新手Charles Leclerc 在比賽的時候發生了嚴重意外 還未改名為L-Pin的Reno车手Nickel Huckabert 在1號彎的時候太遲煞車 撞向了Fernando Alonso Alonso線開發又撞了綠克羅 Alonso的賽車被綠克羅的車尾鏟上半空 右前輪切切實實地打中了L-Pin面前的Halo 之後回到地面 說起來Alonso真的經常飛起來 剛剛提過2016是這樣的 上年和史度爾發生過的也是這樣的 而這次的事故 幸好沒有人受傷 但沒有Halo的話 Alonso的賽車打中的就是綠克羅的頭 這次他真的跟死神打了一下交道 因為如果Halo遲一年面世的話 我們可能就聽不到他創作的新歌了 正如之前看到 2018年引入Halo的一年 在多次的嚴重撞車都能夠完美保護車手 當年最終站阿布澤比大獎賽的第一個圈 Halo再納一攻 喉金寶在連續彎 8號到9號彎 中攻Hars的Women Goldstraw 不過在進入9號彎心的時候 身在外檔的喉金寶和歌桑發生捧搭 喉金寶的右後輪撞到歌桑的左前輪 整個車即時被彈起翻滾 賽車翻滾了兩個圈 四輪朝天下落在9號彎的Tapro旁邊 我們看到賽車是車頭向下停下的 所有的壓力集中在喉金寶面前的Halo 不過他雖然受到Halo的保護 但身體被車身壓住 沒辦法脫身 最可怕的是賽車開始冒出火光 幸好牆上的Marsal 只用了幾秒時間到達現場 並進行救火 喉金寶的工作人員協助下 將賽車回正 成功逃生並沒有受傷 這次意外除了令Halo再派上用場之外 也證明了F1安全體制的進步 以及工作人員的訓練有數 Marsal的職能 我在很多影片都有提過 一場比賽最少都會動用過百名Marsal 而他們在比賽之前需要參加訓練 還有他們都是義工 我問那個一直擔任Marsal的朋友 他說每一個Mini Sector 都一定最少有一個Marsal 就是說百多米就會有一個人 只是因為會動用這麼多人力 所以反應才可以這麼快 而這次意外裡 頭金寶和車隊的對話 也成為了一個經典 在所有人得知他身體沒有問題之後 有記者開玩笑問他 為什麼會形容自己 是一隻上下反轉掛起的牛 他自己假釋自己是沒有意識地說出這句話 當時他看到身後的火光 只是想盡快離開 想起2020年巴林大獎賽 大家第一時間一定想起 Worming Gosong的爆炸意外事件 但比賽重新開始之後 又發生了另一件嚴重事故 幸好的是 車手在這次意外 同樣在Hero的保護下 無受錄傷 完成了處理歌桑的意外之後 比賽在第三個圈重新起步 但在第一個圈和歌桑發生碰撞的Danny Chiar 再次和Lance Show在百豪彎相撞 Chiar的左前輪和Show的右後輪發生接觸 導致使道爾整個賽車彈起然後反車 賽車又是四輪朝天 Hero再一次發揮作用 承受著車的重量 並且保護使道爾的頭部 使道爾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 成功逃脫並沒有受傷 這場比賽中 兩次導致紅旗的嚴重事故 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因為魚雷 不是 都是因為Hero發揮的功效 保護著車手的頭部 從而令到他們的頭部 不需要直接撞到護欄或地面 比利時大獎賽舉辦地 Spa-Fangosho是F1的經典賽道 其中Obruj和Radeon是數一數二有名的危險彎道 因為不僅高速 還要是上車的慢彎 2019年F2車手 Antonio Hilbert 就在這個組合彎發生嚴重事故離世 2021年Spa 24小時耐力賽 和W Series都發生多車的高速雙撞事故 而同一年F1也發生了嚴重意外 2021年比利時大獎賽 在大嶼大廈舉行 麥拿龍的Lando Loris 在排位賽的Q1、Q2都做出全場最快的時間 但Loris在Q3進入Obruj和Radeon的上斜路段之後 線態失控撞上輪胎場 並且旋轉了四個圈才停下來 這件事發生之前 四屆世界冠軍Sebaston Vettel正正跟在他後面 但當他感受到場上的雨勢非常大的時候 已經在Radio中表示一定要出示控期 不過話口未完,Loris就發生意外了 Radeon經過了事發地點,立即停車 向Loris打手勢確認他是不是清醒 在得到確認後才放心離開現場 Loris在事故後只是手搶腾痛,但並沒有受傷 以上的事故又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Obruj和Radeon的緩衝區空間不足 再加上他們是用輪胎場 賽車撞上了之後 很大機會反彈回到另一邊 嚴重影響後來居上的車手安全 SPA賽道在2021年底對賽道進行徹底升級 包括擴建Obruj和Radeon的緩衝區 另外我剛剛提到Radeon在Radio中說過應該要出示控期 有很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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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聽得到他是刻意重複Rade Flag這個字 因為車手是沒辦法跟FIA直接對話 幫FIA都會監聽車隊車手的Radio 而這個方法就是間接通知賽方 可以說是一個慣例 但是很可惜 這次賽方沒有來得及反應 意外就發生了 講到差點過身的車手 我相信你一定會即時聯想到以下我要講的這兩件事 那我就合在一起說吧 就當我是怕了 好啦 經歷過那一年之後 所以我是不會評論哪個對哪個錯的 無論你是哪一邊的車迷都不會否認 2021年絕對是近代最精彩的F1賽季 但同一時間都是最多爭議性事件的一季 無論是兩個爭奪世界冠軍的車手 Max First Levin和Louis Hamilton 還是賽會處理比賽的手法都好 2021年英國閘 韋斯加坡以頭位起步 夏美頓的起步當初非常好 一直在後面嘗試追過韋斯加坡 經過了Wood Court之後的直路 速入到高速大彎 9號彎的Clubs 韋斯加坡先是向右防守內線 不過入彎之前的內檔 還有一架車的空位 所以夏美頓就選擇向內突入 兩個人相差半輛車距平排入彎 以後兩架車就發生碰撞了 韋斯加坡還飛出賽道 當時GeForce紀錄而顯示 數據是51G 幸好在這麼強大的衝擊力碰撞下 韋斯加坡並沒有實傷 不過有專家指出 一般人在承受超過30G的力量下 很大機會會即時暈倒 並且可能會停止呼吸 目前的紀錄最大衝擊力的意外 在1994年 Karl Rennina在摩納哥練習賽中發生意外 而氣錄得360G 當時醫生到場時發現他是完全昏迷的 這也是人類史上承受最高力量而行傳的紀錄 2004年美國站 Ralph Strymacher的意外達到78G 而2020年歌桑的意外都有67G 韋斯加坡和夏美頓在英國的世紀一狀 引發雙方車迷的麻戰 而兩個人在4站之後的意大利站 再度短兵雙接 更加以攬炒收場 當時領頭的韋斯加坡 在入站的時候用多了時間去換右前輪 導致夏美頓在第26個圈成功Overcut 韋斯加坡在1號彎追上夏美頓 並且想在2號彎 強行以內線進攻大發生碰撞 韋斯加坡的賽車彈起 右後腦一度壓住夏美頓的頭上 幸好有Hero的保護 否則夏美頓真的極有可能遇難 夏美頓和韋斯加坡因此退賽 而離夏美頓上一次退賽 大概是63場之前 韋斯加坡因構成意外 在下一站俄羅斯大獎賽裡 佛格三位 雖然Hero再一次保護車手 但是兩位高手的互動 再度引起雙方車迷的衝突 一時間滿城風雨 兩個車手都被不同陣型的車迷狂鬧 唉 連我這個小小的吹水YouTuber 當年在Sylvus和Chrys回顧裡面 我就被人罵是咸粉 到了Monster又被人罵是蜜粉 有時候言語的殺傷力 可能比真正的撞車還要大 要說到2022年F1的嚴重意外 英國站周冠宇反車事故一定不可以不提 當時羅素起步有小失誤 後面的加斯里挑戰羅素的時候 撞到的車輪 令羅素失控向左線胎 撞到周冠宇裡 如果撞到車輪 周冠宇的賽車彈起後反車 然後就滲出1號彎的緩衝區 再加上我剛剛提過石仔爐的特性 令周冠宇的賽車在產上石仔爐之後翻滾 旋轉了540度 然後再越過輪胎場才下地 周冠宇的賽車跌在車胎場和看台護欄之間 位置相當刁鑽 救護人員一時之間都無從入手將周冠宇救出 如果賽車在這個時候起火的話 後果真是難以想像 事後周冠宇並沒有受傷 不過這次意外有一點非常值得留意的 就是當周冠宇反車四輪朝天之後 用來撐著賽車入氣口的road hook 瞬間就斷了 本應road hook是用來保護由上而下的壓力 整個過程就變了僅僅靠著Halo 去保護著周冠宇的頭部 所以賽後周冠宇的承認 他相信是Halo救了自己一命 針對這個問題 FIA在今年修例要求加強road hook的結構 減低車手在賽車反了的時候 頭部著地的機會 亦都以road hook能夠承受最少15G的衝擊力 去年2022年的日本站 是我們看過最悶的一場比賽 因為大雨延誤 還有賽事不斷被中斷 在本田主場的日本站 不知情的情況下 提前瘋狂 遺免世界冠軍 但當站有一個車手 一度非常接近死門關 上一條影片講過 Jules Branker在2014年同一個賽站 撞上了起重機 9個月後宣告不致 而8年後的日本大獎賽 同樣在暴雨下進行 法拉里的身司在第二個圈撞車 賽會先後出示雙旺旗和紅旗 派出了一部起重機 處理意外 但當時還有賽車位置在賽道上 並且能見到是非常之低的 在加斯利的onboard camera 裡面見到 當時賽車在起重機的旁邊高速駛過 而起重機正正是身處在 racing line 之上 周圍比恩奇的身前好有加斯利 立刻在 radio 裡面好沒生氣地表示 我幾乎自殺了 剛剛有一部起重機 我是幾乎全速通過 加斯利對這件事表示不能夠接受 但由於加斯利當時的速度 曾經到達到時速250公里 所以被裁判傳召 並且因為紅旗超速扣了兩分 其他車手和車隊負責人 都對這件事表示強烈的不滿 Randal Rawls也指 這個正正就是彼恩奇的死因 雖然彼恩奇的意外 是Hero誕生的原因之一 但同類型事件竟然發生在同一站 實在令人憤怒 很多人都對今年出道的 Lake De Vries 有非常高的期望 因為他上年在意大利裡面一戰勝命 還有他之前是 F2 兼 Formal E 的世界冠軍 不過他在中央 F1 之前 Lake De Vries 就在 2002 年的 F2 最終戰首爾站發生了一場嚴重事故 當時包括 Lake De Vries 在內有八個車手 都認為二十號彎到二十一號彎的路面狀況不好 失去了抓地力 撞上了Tapel 其中 Lake De Vries 直撞二山車隊Bullumy的車尾 Lake De Vries是正面撞擊的 所以就將Bullumy的賽車整部剷棄了 而他自己就在對手的車底下 De Vries在 Radio 中通知車隊自己沒有受傷 但就一定要留在車內 但故作人員將壓在上面的賽車移開 很明顯如果不是 Halo 的話 就是變成 Lake De Vries 的頭 直接撞上Bullumy的車尾 說了這麼多 大家真的不要再覺得 Halo 很醜 最後要說的一個 不是他差點往生 而是可能是更加嚴重 他自己差點變成兇手 正如字面所說 但意外就是意料之外 要預防是幾乎不可能的 就算安全措施再完善也好 也始終有個萬一 Sergio Pérez 在2019年的摩納哥大獎賽 所發生的事故 完全符合以上的情況 當一站的正賽 因為Charles Leclerc 和Leco Hockerberg 發生了碰撞之後 隔鎖著粉紅戰車 Force India 的Pérez 入站滿輪 當他離開維修站之後 Pérez 突然看到 兩個正在處理意外的Marshall 就在他面前出現 雖然場上揮動雙黃旗 但當時Pérez 已經離開了Pit Link的白線 所以不會再有Pit Link時速60的限制 Pérez 剛剛加速 就看到有人在他面前 立即緊急收買 一個工作人員就緊貼他右邊的護欄 另一個就站在路中間 而Pérez 就在兩個人中間穿過 Pérez 立即在Radio 裡面表示 不明白工作人員的做法 還說了一句 我差點殺了他 賽後Pérez 認為 自己能夠避開工作人員 純粹只是好運 而類似的事 剛剛的亞塞拜疆大獎賽 同樣發生 奧港在最後一圈入站 就看到一班在Performer的攝影師 幸好Ocon可以瘦慢 才沒有養成意外 其實今時今日我們看到很多意外 車手好像發生完之後都安然無恙 的確會令人覺得 他們好像怎樣撞都沒問題 不過其實 軚盤之後的車手都是人 他們都有血有肉 希望大家講完這些故事之後 令到大家會更加珍惜他們 和佩服他們 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以上的都是我們精挑細選出來的一些意外 肯定又會有人說 什麼什麼又不說 你又沒有說什麼什麼了 沒有人說 就等你說 留言說一下 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場意外 再挑戰黃標系列 其實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是不是要繼續做下去 如果想進一步支持我的話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可以的話 也可以加入Pedron 進一步去支持我 再一次感謝對Elro的不利不利 用17行動支持Elro的Pedrons 我是Elro 我們逢星期一十點鐘會有Elro港車 周和時段也會有Elro港車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